4月大行情要来了 选股抓住这几个大重点 欢迎收看财经解释通 我是婉伦欢迎John hello大家好我是John 4月的大行情要来了 要怎么样掌握这个趋势呢 其实我们在台股交易 有一个比较幸福的地方 其实台股每隔一段时间 比如说每个月是不是都有营收的公布 那你叫了解一间公司 如果它营收不错的话 常常可以利用1号到10号这段 营收公布的期间 就是什么就是现在 因为现在就4月初准备公布 3月份的营收 所以很常可以看到 3月份营收一公布 比如说南地比如说深丰 我们之前讲过的橡胶手套股 出来获利吓死 那个深丰一个月赚了3.85块EPS 其实我们股票一出来就是涨停 还有像是年报 在3月底之前还有像是季报 其实很多营收公布跟年报季报 都集中在这个月份准备出来 所以我们在掌握4月份大行情的时候 记得就是接下来营收要公布 年报要公布 季报要公布 获利不错的公司 那我们接下来讲 比如说讲长农这家公司 你说那个运价有没有在涨 有 标了很大一段 那你说农历年后 虽然有稍微的修正 但它还是在高档震荡的去整理 是啊 那券商给到阳明跟长农 EPS是多少 给到25块以上 所以你去想想看一个 EPS25块以上的公司 你说它股价只有这样 不要说什么可以上看100-200 但是这绝对是低点 所以我们就利用长农 就是那时候长四号 在搁钱的时候 那时候说什么长农 就要赔多少钱 那其实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它运价会持续的上涨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在利空点 去买进长农 有一些欧洲塞柜了 然后长农之后就是搁钱之后 塞柜之后开始运价 开始一直在涨一直在涨 五月的长农也准备换价了 那才是真正一波的大行 所以这一波我们在前面先买好 那今天我们也先获利了结了 那接下来我们等回档之后 会再继续买进所谓的航运股 那接下来还有一档就是 违补轰帕亏损这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就是两维6290 我们在上一集的那个财经 在经济时通介绍过 那两维这一档呢 它本身就是获利不错的公司 但是没有什么转机 那其实在今年的时候 因为它在2018年 它是做HomePod的连接器 还有做苹果充电器的 那个Type-C线材 就因为这样 它在2018年的时候 因为HomePod Apple卖不好 所以它后来在2021年的时候 其实那个HomePod mini卖得不错 所以它其实可以回补 就是回冲 之前存货打呆涨 那个再去看前一支影片 就是今年它的营收会回冲上来 所以我们预计啊 不管是三月会创新高 还是四月会继续创新高 其实都不错 那在我们知道营收会创新高 之前我们就买进去了 所以就是利用在利多消息前进场 我们也在63块附近啊 买那现在也挡到快80块的位置 那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操作 再来火烧股强貌 他们很常发现 我们很常利用利空的时间点 比如说那个刚刚讲那一档子长龙 利用它搁浅的利空的时间点 我们强貌也特别挑它失火发生的时间点 因为我们知道它失火其实没有影响到它的产线 它就是强貌二十八亿 其实它二级体供应商追掉 已经追到八月 已经追到九月 甚至追到年底了 所以我们也知道它后面的营收会非常不错 那我们也在失火的那两天啊 就给它买进去了 那前几天也就一个涨停的动作 那目前接下来营收还会继续创新高 所以我们就等它后面其实还有一段肉可以吃 然后再讲到二极体的蓬城 这个 这档股票我们报了将近三个月 三个月的时间 那这档股票呢 我们本来是非常看好 就是因为它是做车子引擎的整流二极体 就是你车子在跑 它会储存电力到一个电瓶里面 那这中间的转换 就是需要整流的二极体 这跟强茂还有台办的二极体不一样哦 它们是什么控制雨刷 控制车灯 那它的是呢 技术门槛比较高 就碰成技术门槛比较高 那这一档我们本来是买进 也是目标价看蛮远 但是中间我们都知道金源代工蛮宅 缺货 车用晶片排不进去 所以在英飞零缺货的情况下 因为二极体里面是有一块英飞零的晶片 那晶片缺货 它出货其实有点受阻 但是只要车子出去就一定要用整流二极体 这个概念大家要先懂 所以不管是你说现在是缺货还是出货地眼 不管反正缺货状况解决 这张股票就是要上去 所以我们还是非常看好 8255捧成未来的展望 然后接下来是我们之前提过 现在原物料在涨 纸箱有没有涨 你说电商的纸箱 还有是那个航运卡船 原物料大涨 中国的那个废纸的禁费令 其实非常多的原因 所以造成这个纸箱 你现在是有钱也买不到 因为它现在是一个限额供给状况 所以我们非常 我在说一说非常看好 3月份4月份5月份的纸箱连续涨价 不管是哪一档纸类概念股 大家都可以去做留意 那我买进了一家纸类概念股 卫生纸这一档其实今天也涨平了 再来最后一档 这一档是我们近期买进的 就是原物料 跟原物料有关系的 那这档原物料呢 我可以跟大家说 在今年Q1的时候 在就是这一季档 它其实获利会非常好 那你说就是我们刚才一样的概念 如果你等到获利数字出来 你才去买进 都太晚了 所以你要趁在数字出来之前 给它买进去 因为你要在利多消息前 先去建仓布局 那这一档的 我认为它本一笔甚至还不到8倍 算是非常被低估 而且它原物料的指数已经创10年新高 所以我认为这一档 大家可以特别来留意 那如果想知道是哪一档 其实可以追踪我的Telegram跟Liat 好的那记得加入 Drum的Liat跟Telegram 才积极通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